高血壓我們怎麼去判別 第一點 我們在這個無名子下方有沒有 在我們的無名子下方 有一條線或兩條線 通常是有兩條線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叫子丘有沒有 血子丘 血子丘 會凸起來 比較胖 比較凸啦 然後一般的這個算命的說 腹肋瘦 腹肋瘦 有啦 我有凸 那是因為肉比較多還是凸起來 肉多啊 然後再來 我們的生命線 生命線 它的那個超過了我們的中指 這變我們中醫叫酸區擴大 這樣子 生命線超過 對 通常這種超過中指 所以說 如果要像這樣比的話有沒有 你從這樣比下來 這個中線的計劃一過來 你只要一超過 對 我有超過 對 它有超過 我有超過 你有沒有超過 應該沒有 對 你沒有 你幾乎是沒有 對 我沒有過來 所以這樣子就代表什麼東西 血壓偏高 有一些湯癮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心臟方面 就是關心病等等 剛才講心靈梗塞保養方法 你看材料大家可以記一下 靈芝五克 單身十二 然後綠茶三 紅花二 山楂三十 薏母草十 檀香五 那紅糖二十 那這邊樓醫師有叮嚀就說 糖尿病患就不要加糖 你重複方式 其實看起來滿簡單 你看以500C的滾開水 浸泡全藥才大概15分鐘 就可以開始喝了 那等待剩下的三分之一水量的時候 再加入500C水浸泡 重複 重複三次 那這樣就要喝1500C 像我們手上拿的這個就是 樓醫師這我們喝起來苦苦的 如果說大家認為嫌它苦 這個沒有加糖 可以在裡面加點甜菊液 甜菊液大概兩公克 三公克 那喝起來就不一樣了 喝到很多山楂的味道 這個還有 因為它有山楂 所以它是有點酸酸的 香香的 山楂我們基本上來講 我們山楂那個肉有沒有 你煮不爛對不對 你丟一顆 兩顆山楂進去 馬上肉就爛掉了 所以它有軟化 這個我們肉裡面的筋 還有血管 它有這種效果 那這個我們就當作 保養的時候喝這樣子 對… 因為我的量沒有開得很多 它其實我們就是會 教一般的有沒有 患者 你就可以 或者是觀眾 聽眾 大家可以這樣吃 好 那高潔